好,那么单词讲完之后,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FUNCTION YOGO 今天讲到的是邀请,SASOI 记住它不是诱惑的意思,是邀请,SASOI 名词、形式,动词是SASOU 让我们来看一下邀请对方做某事 O-san,下班,明天,明天,Tennisをしませんが 把动词的联用心加ませんが 表示要不要给对方一种取舍选择 明天要不要去打网球呢 明天ですか,是明天啊 残念ですが,一说だが 就有点不妙的感觉 是有点遗憾呢 明天,明天,ちょっと,稍微,怎么样呢 都合が悪くて 都合が悪い是实际不便 把一画的固定是新文字做连接型 我们来看,また,次の機会にお願いします 那拜托我们下次吧 好,我们来看,回答说 そうですか,这样啊 じゃあ,また,また是再,今度是下一次 汉字写成精度 他既有这一次又有下一次 但这句话当中表下一次 那么下一次吧 また今度 来,我们再对一次 O-san,明天,Tennisをしませんか? 明天ですか? 残念ですが 明天ちょっと都合が悪くて また,次の機会にお願いします そうですか じゃあ,また今度 好,那么我们的功能用语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是 语法解说的部分 当中的那个人还没有过去 没有遇见 我去给你们了 那天 你去给你